午餐白白種 你 想選哪一種呢 我們準備了 政治新聞 國際時事 原文科普 生活心知 給您不一樣的觀點 不一樣的選擇 飛碟午餐 銀奶金掌煮 警告 十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 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歡迎來到飛碟午餐 我是銀奶金 哇我們今天呢 要介紹一出呢 我覺得會是非常非常好看的舞台劇啊 雖然呢我還沒有看過 但是我非常的期待 在我們的現場呢 是李剛導演 歡迎李剛導演 導演好 奶金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這次這個李剛導演 他們要演出的這個舞台劇啊 時光呢 手箱是叫你 對不對 我的阿爸和卡桑啊 我們待會呢 來跟大家介紹呢 這個的劇情啊 因為呃 這個是一本 嗯 像散文般的這個小說啊 這個原作者 一清廟呢 在他多年前出這本書的時候呢 我們就曾經訪問過他啊 那他的他家的故事太特別了啊 這個一清廟呢 你聽這個名字 你就覺得他是日本人吧 是 但是呢 不是 他是我們中 他是我們中華民國 啊 基隆岩家的啊 岩家的呃 他在那種日據時代的時候 這個基隆岩家的這幾大家族裡面啊 那他的這個父親呢 就是基隆岩家的這個公子啊 然後因為呢 在日據時代 那他們當然就是很受到這個日本殖民政府的這個重視嘛 然後他的父親呢 也在這個就是一清廟的這個爸爸啊 就是基隆岩家的這位公子呢 他都在日本讀書啦啊 可是一夕之間呢 日本呢 變成是戰敗國啊 那他 第一個 他產生身份上面的一種 非常的非常的錯亂 好 而他也娶了一位呃 這個日本太太啊 就是一清廟的這個媽媽啊 那呃 後來這個一清廟 還有他的妹妹啊 一清廟 那個一清廟呢 就是猴島呢 在這個最遙遠的這個距離裡面的那位女主角啊 咖啡時光啊 對對對 咖啡時光 對不起對不起 這咖啡 我好喜歡那部咖啡時光竟然記錯名字 就是那咖啡時光裡面的 呃那個女主角啊 呃 他們兩個人呢 就是在這個日本長大啊 那所以就一清廟的 這個呃原著的這個散文小說呢 他就是在講他們的故事 那你剛導演你從什麼時候開始把這個時光呢 我首相我的阿爸跟卡桑 你什麼時候把他弄成舞台劇的啊 你為什麼想到要把他做成舞台劇啊 呃上次上節目的時候有大致講一下 因為到50歲的時候有心理的轉折嘛 就是我開始就對台灣的大家族非常的有興趣 嗯 嗯 因為知識量不夠嘛 從前對歷史的台灣從前到底怎麼回事 不知道就一路往下挖著 那你有些資源有些能力有些經驗之後 你你你譬如說阿照吳鳳林我花了八年 我不是想說他家的故事吳鳳林家 而是想找一種方式去說他家 嗯 不是要找一個 不是說要做一個紀錄片找個題材 這差別很大 那做完那個之後我覺得對台灣很重要 所以我想擺脫那些條條框框的 的商業限制啦意識形態政治這種東西 所以成立基金會 嗯 那我就對這個一直非常有興趣 那做了吳鳳林家之後 呃在成立基金會之後 當年第一年就是找了好幾個題材一起開動 那他適合什麼形態我就做成什麼形態 嗯 那我不想再做紀錄片 因為你精彩不過林家林家是打仗的 哈哈哈說得對 對 有道理耶 其他是商人世家 是 因為林家不同不停的要選編嘛 鄉華要選編中央地方選編 中日要選編國共要選編 那可是呃 吳鳳林家做完他基本是男人的故事 因為是打仗的 嗯 你還沒講到吳鳳林家的女人 他們家女人的故事不會比男人差 是吧 那一奇妙的故事 他是個女性觀點的 嗯 他又是另外一個大家族 吳大家族 就是 呃 挖金礦煤礦嘛 對 我我念海大的 我那個當年在 哦你去海洋大學的啊 對對對 嗯 他當然常常在中正公園 中正公園 中正公園就是他家 就 從他家大門口到到屋裡那個要走一公里的 那叫漏圓 人家這麼大 很恐怖啊 那就是 北京城市嘛 那整個九份金瓜石 金礦煤礦那個 那是他家的就 啊 對啊 在呃 就是 呃 壹青廟就寫了那個小說 看了壹青廟那個小說 對 我的箱子 我的箱子 和日本媽媽的 對對對 台菜物語 對 嗯 那那個小說裡面 雜雞雜八寫了很多東西 這樣有他家族的發跡史啊 呃 人際關係啊 他對台灣的這個 中日文化認同啦 食物的記憶啊 我覺得最精彩就是他爸媽的故事 然後最適合的方式是做整舞台劇 對 因為 欸 為什麼 嗯 因為他拍起來很複雜欸 舞台劇不是 不是拍起來 舞台劇做起來很很複雜 您為什麼 覺得他最適合舞台劇 舞台劇相相對起來 因為我做電影做我連續劇 我都做過嘛 你做五大家族 你像烏鳳林家 我做紀錄片也是 他最便宜嘛 哈哈 我又不甘願做訪問的 所以把它做成戲劇重建的 這種獨特的方式 那 嗯 台灣做做那個製作能力 跟那個做內容的能力 我非常清楚 那個大家族你要花多少錢去 那你像烏鳳林家 我覺得最好看其實是像那個 得穿家康啊什麼風神秀吉這種 那種那個就大和劇 一個華麗的時代 一場一場戲 做不來 台灣真的 你光一個物色世界 你都搞了 是啊 是搞了 而且我們的投資太少了啦 對啊 我們的投資那個這種太少了 他們的大和劇那個成本太高了 對 你說譬如李安在美國做這些東西 他們有電影工業 包括內容 包括製作 他才能呈現那個 你還要包括市場的回收 嗯 你要 你要 能賺的回來 你能下去做啊 嗯 所以你覺得舞台劇是一個方式 對對對 而且 我剛剛講 我覺得最精彩的是那個 他爸媽媽那段故事 嗯 我稍微講一下他 爸媽的故事 是 對 就是一輕廟時 11歲的時候跟他媽媽 爸爸媽媽回日本去了 那兩年多之後 他爸爸胃癌走了 然後呢 呃 再隔了兩三年 他媽媽也愛這種走 那印象裡他就是 爸爸非常的不快樂 尤其回日本之後 那最後那個兩三年 兩年是把自己關在房間 裡不出來 抽菸喝酒 不跟他媽媽講話 也不是他媽媽做的菜 他不知道為什麼 他爸爸要走的時候 還把那個 呃 一輕廟一新瑤的遺囑 那個是 呃 監護權是給了舅舅 還不給老婆 他老 他老婆就是一輕廟的媽媽 一親和之嘛 是個日本人 小的爸爸十幾歲 哇一親和之真的crazy 他一直不知道就說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為什麼他 他那個一親廟就他爸爸 為什麼把他 他把自己整個封閉起來 到底發生什麼事 很痛苦 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他長大以後那個 搬家有一次找到一個箱子 裡面很多他爸媽當年的日記啊 情書啊 信啊 那個照片他慢慢拼湊 大致才知道怎麼回事 在就在書裡面寫他爸媽的故事 那爸爸十歲的時候 送到日本去念書 當年有錢人才能送小孩去念書 而且他住在那個 他們是貴族院的人 所以他是住在那個全養裔 全養裔是日本最有名的那個不是就很有名的一個首相 就是日本不是兩派嘛 那個統治派跟那個建制派 黃盜派兩派在鬥軍官互相暗殺 他就是那個被暗殺那個那個宰相 就是因為他被暗殺 因為對中國策略不一樣 所以才發動那個後來 台灣人遣送回台灣嘛 在台灣的所有日本人遣送回去 那個萬聖的故事就是相對在台灣發生的事情嘛 一奇妙就寫那個回來的 遣送回來那一列火車上面到港口的時候 所有的台灣人都很高興 階級的問題嘛 因為去的不是兵敷就是什麼少年公子 對祖國充滿了幻想啊 那個回去建設台灣祖國終於戰勝 他從小在 他覺得自己是日本貴族的 他本來是受日本軍訓要上戰場效忠天皇的 他也很文青 一年有三分之一時間 自己一個人在山裡面過這樣 然後要回去的那個火車上 他那個要從戰敗國 就你剛剛講從戰敗國回去當戰勝國 從日本人回去做中國人 一個禮拜眉毛都掉光很痛苦這樣 回來之後那個念了兩年台大地質系 那幾年那個他們家蠻慘的 就白色恐怖的時候他們家蠻慘 因為他爸爸那個嚴金賢 楊烈演這個角色 是 嚴金賢是那個二八那個就是調節委員會裡面很激進的 是跟陳毅要對幹 是沒被槍斃的 都很命大 他自己又是左派 父子兩個一個右一個左 他是獨立會的 李登輝是獨立會 抓到要槍斃的 所以他那個 回台灣兩年之後又做了遺傳偷渡回去 十幾年之後娶了伊奇廟的媽媽 你照理講 伊奇廟媽媽三歲爸爸就走了 那就是家裡很窮很獨立 伊奇廟是說他是在那個媽媽是在那個餐廳打工 咖啡廳打工認識他在銀座認識他爸爸 兩個很快就就是戀愛了同居了 我就講說 你爸爸應該娶一個貴族的女人 他怎麼會娶一個階級差那麼多 那個年齡差那麼多 我就跟 伊奇廟我說我的推理是這樣 因為這種事情 因為常常歷史是沒有真相 尤其感情的事情 你就算訪問 嚴慧明本人他也不見得跟你講真話 我的推敲是這樣 我覺得他 他十歲就送到日本去 所以他沒有母愛 所以他需要一個媽媽 在他的胸脯裡面 就是慰戒 對慰戒 一個是 呃他貴族女人看多了 他這一輩子 他唯一能決定的事情就是這段 這段婚姻 然後一輩子都是被操控的 然後 那個他需要一個 就貴族女人就是那個規規矩矩 跟他一樣的 這種責任啊什麼這種在活 他就是要一個不愛 不是這個世界的人 嗯 是卑微的 是崇拜他的年齡差很多的一個 就是 不是這個就 對 雙重的感覺他會才會 是他才 都對他來講呢 他就是有點拋開了那個枷鎖跟束縛 然後呢 他又可以在一個就是身份地位各方面 都不如他的人 可是他又期待在那裡就是得到總慰藉 我覺得這個 這個應該就是他父親的心理 對 那個演這個一清廟爸爸的人是誰 呃原來 我們首演的時候19年首演的是鄭友杰 因為鄭友杰那個洋洋是我監視的 嗯 他他爸爸是日本華僑 這就是他家的故事 嗯 包括文化認同的東西啊那個 他母語是日語的 所以我第一個就想到他 那這次那個今年那個 因為延續疫情延了兩年 所以那個 好可憐 對還被雷劈到兩次 那那個 那鄭友杰今年自己有戲要拍的 沒辦法演 我找了那個 日本在台灣二十幾年的一個演員 叫殷山曾燕 哦 那那他日文比鄭友杰還好 哦這好特別哦 這個戲百分之六十講日文 啊 所以當時的國語是日語 哦對 所以就要翻譯了 好好就翻譯那個字幕 上面有字幕 您現在聽到的呢 是李剛導演啊 由李剛導演呢 呃哇來製作啊 負責這個監製製作的這個 時光努皮箱 我的阿爸和卡桑啊 在台北廠 呃現在這今年今年呢 一定啊祝福這個舞台劇呢 順順利利的這個演出啊 首先在台中國家歌劇院登場是 呃七月二十二號到七月二十四號啊 一共有三場 那台北廠呢 是在國家劇院七月二十九號到三三十一號 一共一二三四有四場 然後到台南文化中心演藝廳啊 八月五號到八月七號 一樣好是透過這個OpenTix售票系統 大家光聽這個李剛導演來談這個舞台劇就可以知道說 哇這個李剛導演呢做這個電影啊還有做紀錄片的這個細緻啊 然後在這個第一次的這個舞台劇的嘗試在選角啊各方面呢 就就非常非常的用心啊 非常令人值得期待的一齣舞台劇 再跟大家說一次啊 在台中廠呢 在台中國家歌劇院是七月二十二號到七月二十四號 在台北廠呢 國家劇院呢 是七月二十九號到七月三十一號啊 呃 呃台南文化中心的演藝廳呢 是八月五號到八月七號啊 呃 剛才這個李剛導演講 這個基隆岩家啊 這個很特別的故事啊 呃 一清廟呢 寫他的爸爸啊 跟他的媽媽啊 日本媽媽 呃 兩個故事 而且我覺得他非常的動人啊 就他的動人就在於是 因為他那個書裡面啊 當他呃 發現那個呃 那個手提箱 那媽媽那個手提箱 一個秘密 對 然後就翻找出來說 哦 原來他爸爸跟他媽媽 他們也有曾經的這麼的親密 哦 有曾經感情這麼好的這個時刻啊 然後呢 呃 那些照片時候 他慢慢的再去梳理和這個回想 就說 到底為什麼他爸爸這麼的不愉快 哦 呃 你剛才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就說 那你們的你們的舞台劇的劇情 會怎麼樣來鋪鋪成呢 啊 剛剛就提到那個 廖亂還是我們19年首演的時候的導演 嗯 那排練了三四個月 那因為這次他他身體的問題 那我們這次換了那執行導演是蘇陽真 大壓 對這個稍微提一下 那 我剛剛還是延續到剛剛那個故事 那 爸媽就是很快就 統居了 哦 然後就懷了一清廟 那也不得不回台灣去了 帶了這個媳婦回去的時候 他說家裡很不喜歡這個媳婦 當當年因為 呃 當年娶日本媳婦是很很有面子的事情 和階級的問題嗎 呃 就是家裡 就是客人來了 他都上不了座的 就是反正帶帶用人帶孩子這樣 嗯 嗯 那 我就覺得 就是說 就說 那個時候呢 在那個年代 娶日本人其實應該是個有面子的事 可是問題是因為他的一清廟的媽媽的出身太低了 所以在 所以在這個嚴家呢 就是一個很被當作是 相當有點像是用人 比用人高一點點 那樣子來對待的 那我覺得這兩個人太妙了 只有戰爭才會發生這麼強烈衝突的 的事情 嗯 就是一個是 一心想要做日本人 做不成日本人的台灣人 嗯 那日本人這個血是非常 就是他怎麼統治台灣其實也很困惑 我們在另外一個紀錄片就是尋找1920也 講過這一部分 但是六三法三一法 你台灣人根本是赤騰人嗎 就是 他怎麼教育你 你要當兵到最後兵打不夠你當兵你就是 就是日本人 你要戰後你要賠償你就是台灣人 他當然就是就是刺騰人嘛 嗯 所以 觀念裡面你再怎麼想當日本人 他基本還是歧視你這樣 嗯 那男人是國的認同 女人是家的認同 嗯 一個是一心想當日本人 當不成日本人 那一個是一心想當台灣媳婦 當不成台灣媳婦的日本人 他又從那個亞洲的世界的超強到他的殖民地 一個小地方去當首富家裡的小媳婦 嗯 這個太太衝突 這裡面充滿了 呃 就是階級的年齡的男女的國族認同的文化認同的左右的各種的衝突 戲劇是說做衝突嗎 這裡面太精彩了 只有戰爭才會發生 這台日情節其實是 就是 就像黃金一樣台灣現在還有黃金 是太底層了 你開採不符成本 大家當時也不好經營了 就是 還有兩代的衝突 包括經營的 包括國族認同的 就是你戰爭末期的時候那個 黃金禁運 黃金還有一個就太底層 第二個就是煤礦 有了石油之後煤也就是就是落架了嘛 還有一個是煤常常出問題 煤礦災電 就他家也也不好經營 他們負質衝突也非常的厲害 只有戰爭才會有這麼大的劇烈的變動 就是我們一做這種東西喔 老是做成意識形態的東西 不是萬惡的國民黨 就是萬惡的日本人 你要你要做你就要回到那個時空 從那個人他的眼睛他們的背景 他們的衝突是什麼東西 現在我為什麼要做這個東西 就是因為發覺自己的那個知識量不夠嗎 我們接收歷史都是被簡化的 我沒有全面的接收這個東西 你像現在我們兩代的 兩代的衝突經過這麼多選舉 我們看過多少家庭那個兩代失和 尤其父子那個懶得講的 一講就是吵架這樣 當年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那個衝突比現在更深了 更深 只是當時沒有藍綠 沒有統獨這回事情 你就要回到他那個 那個如果還有時間 國族家族的情感 國族家族 他當時處的那個 那個他們的分裂是什麼東西 在吵的是什麼東西這樣 這個戲就是回到那個時空 就是你譬如說台灣台灣統治 這個日本人在台灣的 也大致分成三個階段的衝突 第一段的衝突 你第一代的像他們的祖父 言語年就是第一代發跡的人 那個時候1895已經 已經是成年人了 二十幾歲了 他中文比我們還好 那個兩年之內要入籍日本 不入籍日本要沒收財產 你中國日本你必須要一刀切這樣 那當時當然是抗日的 然後又經過了這個1895割讓 再來日俄戰爭 把俄國又打敗了 然後第一次世界大戰 中華民國成立了 軍閥割據 你當時台灣人 哇你多少的分裂 跟決策的和須和從 你到第二個階段是那個 民國二十年就開始 中日戰爭就開始了 中日是開幹了 只是到二十六年才全面抗戰 那你分裂的更厲害了 你這已經是敵人了 那這是第二個 還有一個世界分裂 左右分裂 就是就是一次二次世界大戰 才打成兩個世界嗎 左右兩個陣營 那中國是國共 那兄弟都自相殘殺 台灣是一模一樣的 你台灣文學也是被一刀切 那個他們父子也是被一刀切 就是那個 只是我們走的歷史被國民黨民進黨給抹掉了 所以說他的這個 他因此他這個 一清廟的這個故事 是還有這個李剛導演這次 就做的這個舞台劇 時光的手上他就是回到人 是我們就是回到人 就是在這種大時代 你大時代要怎麼演變 人個人的命運是很無奈的 對然後就在這種大時代的這種切割 和這個動盪裡面 呃作為人這麼渺小的哈 對在他們這個家族裡面 這個言慧明就一清廟的爸爸啊 跟他的媽媽一清和之他們的故事 那所以一清廟也會演出 一清廟也他自己 一清廟也他自己 對然後那個 我們有一個紀錄片導演的角色 跟一清廟兩個去對戲去 等於像一個故宮導覽一樣 就像說故事就像說書人一樣 對戲去探討這件事情 所以您是用一個這種像有一個 就一清廟他自己本身 呃他就是就是一個說書人 然後一個紀錄片的導演 對對對然後他們兩個人就擔任 擔任像說書人的角色 然後後面的這個劇情就這樣 這樣子鋪塵開來 因為你這個也要檢視的 因為你只有從一清廟的觀點來看 那當然是公主王子 他是很單向 所以他們不單純是說書人 是你透過這紀錄片 brought 導演的別的這個 漁耶另外一個觀點 呃這個好特別喔 這個舞台劇的這種 這樣的結構還蠻很特別 然后 然後你知道有錢人其實也不會比你快樂 真的 就是說實在的 即便是如此 我們還是希望有錢啦 看一下看一下 好 所以演這個紀錄片導演的 這個是 那個加奎 加奎前一阵子演《茶经》嘛 他以前跟我合作过《阿兆乌风雨》 非常优秀的演员 舞台区演员 然后您说那个杨烈演慧一鸣的爸爸 严清贤 严清贤 那米奇尔呢 米奇尔是演他妈妈从前在日本的一个老情人 一轻秒回去跟他讨论他妈妈这件事情 那个米奇尔两个老婆都是台湾人 不是两个老婆是他离过婚前后两个老婆 杨烈老婆是日本人 所以他们家是讲日文 对对对 严清庙当然本身就是那个就是国语跟日文 对对他国语讲得也很好 对对对 日文可能比国语还好 当然因为无论如何他是那个 不过他在台湾也很多年了耶 所以那个他的国语应该是越来越 他11岁才主席他国语没有问题 对啊就是国语 我就说他又在这边又更久了 应该就是越来越好 我觉得这个对 然后还有大酒保玛丽子演他妈妈 一轻贤之 因为大酒玛丽子是嫁给台湾人 都是这种中日联姻的 这里面日文是百分百日文的 不是那个不是硬练的 对啊 哎这个好玩耶 就说因为他们都讲日文嘛 对 所以你那个剧本在组剧本的时候 是写日文吗 这个要特别讲一下 因为当时在写剧本的时候 我跟编剧编剧在弄的时候 当然是写中文嘛 你即使日文的部分是写中文 到排练的时候 就是第一次那个读本的时候 真的认真的考虑过 是不是换成中文 因为太麻烦了 你看像卡通片也是会翻成中文嘛 你说这认真的考虑 是不是换成日文吧 不是换成全部讲国语 就是把国语台语日语 全部都把它讲换成国语 因为太麻烦了对不对 对因为舞台剧跟电影不一样 电影是你就照着剧本去演嘛 舞台剧要排三四个月 他演员的走位跟那个讲的顺 要他们跟导演时间 这样去磨出来的东西 那你要把每天那个中文日文英文要 那个有日本人他不懂不懂中文的 那你要全部每天把排练东西 全部整理出来翻译 那个那是很大的一个工程这样 那看是不是跟观众沟通 也是还要看字幕 对啊我最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当时很挣扎 我觉得还是要 因为我觉得语言是非常重要 传递的一个情感的工具 你看我们看那个好莱坞拍的那种中国片 或什么东西 那个ABC啊或是什么 他演中国人其实他不会讲国语 讲几句话听得很难受一个 对没错 然后老外也是在戏里面要绕几个中文 你看着就难受 你只要我们耳朵很尖的 你要我要我要像那个特别是 一般的这种什么在餐厅吃饭那种也就罢了 他呢要变成是说是一个有特殊任务的 去跟这个中国方面的去接触的时候 我就想说哇你这种就叫做可以跟这种接触啊 我们那个耳朵有一点都 我要和你们的生长联络 所以你就觉得还是 我坚持还是在用日文 因为对那个时代对那些人对观众的一种你你我觉得做历史东西你要渺小绝对的真诚跟虔诚那是一个时代一个你不要把那个人比那你既然是历史你你你就不要比他比他大吗你不要去消费那个东西吗您考您考虑的是这个对对对对但是就像是我刚才也很想问的因为舞台剧啊我在那边看因为我们观众也很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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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也要跟他共跟共鸣吗 嗯然后老师这边看字幕看字幕啊所以会有一点点的落差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不会我们就那个字幕打在上面很大的字啊所以你看一点障碍都没有我们在手眼的时候就 嗯所以说就说您当时这个考量就说要去忠于这个历史啊然后在这个观赏上面的话呢就是透过这些对那个设置上面这种障碍 因为其实就像是我们呃今天在台湾我们看不管是这个百老汇的音乐剧啊然后不管是看呃我听不懂也没有关系你一定要原文你都会你会感觉到他的那种语言 但是那种力量对就原文他的他的本身他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对对对所以说像那种很像那种一些好像嗯改编这个莎士比亚的这个剧啊用中文演出的时候呢你常有会就觉得KK的你在哪看你在哪看都觉得K你知道吗我在这个大陆呢看一些这个他们也是哇什么知名的就是播着演这个沙屋名剧的团 你怎么样都觉得很乖哈哈哈就很坏所以其实反而有的时候他换了一个剧种的时候啊比如说用金剧演出啦用什么时候哎他其实那个韵味不一样所以您所以到后来你们这个决定要用这个日文来演出的时候对于对于这个演员来讲没障碍嘛嗯还好就是就是我们翻译跟那个整理那个东西比较好就是因为他本来日文就是他们很会讲的 所以对他们来讲没什么障碍没什么障碍没什么障碍只是我们就工作人员跟那个速度会慢啦因为你排练的时候那个东西会会比较慢的那导演就这个剧情来讲呢他是怎么去开展呢你他的这个他从发现他妈把他们的这个性之后他姐他解惑了吗他解惑了就说他爸爸为什么如此的封锁他自己吗 你那个剧情的我我把他做的比较就是很电影结构的东西嗯我我当舞台区会看了看了几十年了台湾舞台区是的那不能说别人不好啦就是说你环境的环境的限制啊因为呃他场地有限所以你你申请的非常困难啊所以公务人也不会担什么责任所以通常都是给大的你小型的话你就拿政府补助所以他会变成 你小型的话他就会很要不然意识形态要不然很文青啊你要不然你养一个大的剧团也不容易你我我弄这个剧本就弄两年了我们跟做那个阿赵屋一样前面要research啊嗯他们家人也都还活着你不能做一个字啊就那他家律师会告诉你嗯就那呃呃就是那个刚刚讲的我说剧情我说您剧情上面怎么样去扑扑扑扑 对就是去怎么样剪下去就是啊他解答了吗哦他发现了他这个呃呃的故事然后之后他就还是当成一个电影的呃结构来做嗯不会做到三个钟头很长中间要休息他就是一个电影结构的东西会他的张力跟他的章节是非常清楚的节节奏是很很紧的当然该慢的时候还是会慢哦那这个所以这个剧呢是从他这个舞台剧呢从他发现他妈妈的那个皮箱开始 嗯然后进入到他们过去他父亲的那个年代的这个故事然后接下来呃您是用什么样的一个转折让大家看到这个时光的首相我的阿爸和卡桑呃台中厂啊台中国家剧院7月22号到7月24号台北厂呢是7月29号到7月31号在国家剧院呃台南厂呢是8月5号到8月7号在台南文化中心的 演艺中的演艺厅因为这我很熟悉的故事啊然后呢呃李刚导演呢把它从这个小说散文啊原著呢就一轻妙的啊呃这个原著里面改编成这个舞台剧我其实因为我之前没有看啊然后所以呢我就非常的期待我觉得一个呃电影导演纪录片导演啊监制这个舞台剧然后他会要用什么样的故事讲这个呃炎家这么复杂 的故事 一个就像 导演刚才讲了一个想做日本人的 基隆岩家的 少爷 然后一个想做 台湾媳妇的 日本人 做不成的 然后一个呢 从小呢爸爸就 这么早就去世妈妈也这么早去世 然后呢不理解 为什么他的记忆之中的爸爸 都这么的不快乐 而且他这个 因为他的这种 他这种成长对于他们的这种压抑 他这种 其实影响是挺大的 我在那个 一清咬 就是侯岛的那个咖啡时光里面 我之所以非 我非常喜欢非常喜欢 那个咖啡时光就是因为呢 那个 您知道侯岛拍电影的风格吗 那个一清咬 他跟他父亲之间的关系 其实也就是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成长的经验 就是这么的这个疏离 这么冷的 那所以他里面中间的那种的片段 当然这个咖啡时光讲的是日本爸爸啦 跟这个日本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 那种的时刻非常的动人就是在他怀孕了回去 然后他的父亲知道了这个事情的时候 或是就是那种的那个刹那那个moment就是让人很感动 所以那在舞台剧的时候 您会用怎么样的来去呈现 他爸爸妈妈之间的那种情感上面 哦他原来知道了他们之间是这样的故事 会怎么剧情会怎么走 我觉得台日情节啊 其实是台湾最深层的东西 就像那个金矿那个太深层了 那个挖我就借这个戏把它挖出来 给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样 就是我刚刚还有讲的 你第三个阶段就是那个黄民化运动到战争末期的时候 对 我说说在舞台剧的本身 对对 你要怎么去讲他们之间的故事 就是他为什么那么深层 因为从前对日本的情感 台湾就是在这个50年 在中日之间的实力的消长文化认同的各种的那个拉锯战 台湾人就在处在那个那个状态里面 他每个阶段都不太一样 两代之间的冲突也就在这里 就是国跟国之间的冲突也在这里 每个人都要找一种自己灵魂的归属 这这个是最最困难的东西 到最后我们结局就是每一个人的 他各自的那个困境跟他的归属 那他父母的那个情节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个这个当然他自己来看西 然后他父子最后也是父子冲突非常厉害的 爸爸叫他不要走 他当年要把他送出去 最后叫你你你做不成日本人 你这是你是长子 这是你在台湾的责任 那这个儿子就是最后还是坚决的要要要要回去 他的心里有有一座山 他的圣山让那个那个很感人 这样你就像拘留河一样 每个人有个母亲和他心灵的故乡 就他那个是他的一个山里面那个东西 一七庙后来也也跟他父亲在也是一个在意境上的相遇 这样啊 哦真的啊 哎好棒哦 那个那个都非常的感人 哦好感人哦 大家各自灵魂深处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你这个剧好复杂哦 你这个剧好复杂哦 包括那个那个那个什么就是不是那个纪录片那个导演的角色一样 他以为有钱人的世界是他就是来探索这个东西 他他这有些很多东西我不能透露 我说大家要去看他最后才找到那个 他他的真的内心深处的东西 每一个人都找到了他 那你这剧好复杂 很复杂 所以他有他会有就像电影一般的那种Spotlight 对对对对 那种剧照 你要回到那个时空他去探索他们的东西 我就说那个东西你太深沉了 从前爱日本那个对日本的情感是邪恶的 是被压抑的 现在呢也爱日本也爱得有点过头了 就是说你从来没有回到那个时代他的困境是什么东西 我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李刚导演在在我这个一直不断的逼问说剧情的时候 他为什么很难用一两句话来去转述就在于是他很深 对然后我们就可以想象就说当我们在去呃在讲这个电影的时候 他可能有很多的幕很多的一个场景 对可是他在一个呃舞台剧的呃这个演出之中呃导演呢就用他的这种电影的手法 嗯好然后呢可能就是不停的不同的这个风格 比如说在这种时候哎我只要我光是想象当一清庙跟这个呃那个他的父亲对 对这样子相遇的时候对他的那种情感的我觉得哦我就觉得好动人就觉得等于是两代吗 他父子的然后那个妇女的哦然后贫富的他那个男女的两国的呃包就是各自的那个是他们的困境跟他们的他小时候不懂 嗯然后他一清没有他小时候不懂嗯但长大之后看了这个这些性的之后慢慢的这个体会的时候当他长大的时候面对逝去的这个父亲的这种相遇的时候 哦我觉得那想了就让人觉得掉泪哎对对对嗯当然是我们很真诚的去去拼凑了我就讲历史是没有真相你要很真诚的 我们很真诚的去拼凑一个接近真相的轮廓给大家去思考而是回到那个角色去不是拿现在的你那个讲当年的好人他是好人坏人现在都是被剪我们现在被剪化了被剪化了 这个烦的东西根本不是当时的人的那个状态吗那个这个戏真的还蛮深的是蛮深的耶哦然后这个是很敏感的那个东西啊你不真诚去做他你一定会被K的哦而且呃我想像您的那个呃这个想像这出剧嗯他要在呃这舞台剧的这个有限的这个时间里面啊做那么多的层次的这种表现啊呃其实 我们在呃比如说百老汇的这个音乐剧里面或者是说在这个台湾的啊我们很多很棒的这个舞台剧的作品里面呢也同样能够看到呃不同的导演用不同的手法可是来来去呈现讲个很动听好看的故事 但是因为你你刚导演是电影导演啊然后呢您前后找来的呃两位的这个舞台剧的导演的都是非常资深的啊有舞台剧工作者你们彼此之间在这种组这个舞台剧上面嗯带给带给彼此之间的这种不管是灯光设计啊场景布置的话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刺激吧那个那个还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 嗯啊电影跟舞台剧毕竟还是有很多类似的东西 他还是有很多专业东西是不一样这一块你要尊重 无论编剧或导演或演员那个啊呃演员也要慢慢磨出来因为每一个演员他的背景是不太一样的嗯嗯台湾不像那个Broadway或什么每个个是专业舞台演员对你像当时也有电影导演也有嗯也有一点连续剧的也有演舞也有本身是舞台剧的有有呃也有素人的就是也就大家那个路数不太一样哈哈哈有道理我这么我这么多年嗯嗯 就是在整合这些东西你要把那个拉齐嗯就像你刚刚讲的语言也是你你要不然全部拉成国语也行你要完全全你你一定要整齐你不能有一个就是你的东西不齐大家就很难说我这样听您讲就觉得您这个剧好辛苦啊这是一清妙的这也是他第一次演这个舞台剧吧他他很文青他就很他自己也很喜欢他是牙医他自己也很喜欢他他他也很喜欢演舞台他在日 日本也演一些那个小剧场的哦他也演过小剧场大大型的这倒还是第一次他演戏没问题哦然后我的意思说就是您刚讲路数不一样而且他演这个戏真的有一个批判他的东西所以演自己是最难的啊呃那个东西是比较真他很真诚的在演这个角色然后那个呃很多的你让他一个人独角去讲他家那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哦对啊很难耶舞台剧很难演耶对对舞台剧很难演啊我们讲这个 就是其实我讲假戏真作嘛我们在假的世界里面才看得到真的东西嘛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是假的嗯观众其实也是买他是来买一个他自己需要的故事嗯他不是来看你演什么东西他是来满足他自己嗯我们在真实的世界看到其实全部都是假的东西嗯你你包括报纸上啊我们眼前的事情没有一个是拼凑的出来也都是一个嗯简化的跟假象的东西因为我们以为那个是真的人就是很吊诡的 是然后那个呃真诚真诚是更重要的对但是他们非常的这个真诚的做这个这出舞台剧呢而且也很真诚的还原了很多当时的历史场景啊啊所以我有看到一些这个舞台剧的呃剧剧照啊哎你们在这个打造的那个花了花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考据跟钱耶那个服装教母啊那个很考究的每个场景也是啊 对啊对啊我们常就是要来看真的是啊所以光是光是这些的那个场景的打造组剧啊台湾其实做跟什么包括演员什么真的能力不差的只是没有对我们是非常好的啊人的素质是很好的可是因为你这个场景我看到你们有那个呃还原当时的这个旧场景的这种舞台的设置嘛是啊那所以你是用旋转舞台还是用什么样的这个方不是旋转舞台不是说你用什么样的 这个方式在这个幻景场景呃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特别的安排吗呃大家来看吧哈哈哈所以我们大家呢真的是呢呃要进这个剧场啊来看这出呢李刚导演这个监制啊非常真诚的为大家打造的这出舞台剧时光的首相我的阿爸和卡桑再说一次啊呃7月22号到24号是在台中场啊台中 国家歌剧院在我们台北场呢国家剧院呢是7月29号到7月31号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呢是8月3号到8月7号导演很好看哈一定很好看对不对大家一定要去看对不对一定要带手帕哈哈哈哈哈哈我每次看排练的每次都还是哭这样不要做现场真的很感人所以这个剧呢这个也很幽默他也很好笑然后你看这个花了那么大的功能 功夫时间去读剧组剧啊然后呢又碰上这个疫情啊呃这一次呢呃顺利的这个能够去推出来我们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透过这个opentex呢这售票系统呢去买票看好看的谢谢李刚导演谢谢谢谢